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贺道场落成 立名立重立人天 新发道场由原办法师发心 受王禅老祖师尊及宗主指示 来到台湾南端屏东新皮开设教室 更积极建设道场大殿 为让当地的同修们有个修行修心的处所 终于在今年4月1日回到总本山仙佛寺 恭迎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金身 并请示宗主大典法仪 恭请圣尊一行回到新发道场后 由原办法师进行安儒法仪 并一一奉请老祖金尊 中华三祖金尊 四大天王等等金尊圣像 入伙安座 原办法师带领同修大众焚香礼拜 祈请老祖师尊 护佑侠内百姓万民皆得平安 加持同修信众福慧增长 二日下午开始眼镜隐魂 由维新圣教贩拜学院法师 声谈法仪 带领同修大众恭送诸金 回向法界 三日上午 维新圣教各单位及各道场法讲师同修 陆续来到新发道场参与落成典礼 地方士生相亲也都齐聚于此 庆贺道场落成 带给地方平安护佑 各嘉宾如明定法师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 名义代表等分来踏志 一同来祝贺新发道场落成 宗主协同师母一同抵达 及时到 师父与师母首先接曼新发道场牌匾 并由宗主与明定大和尚开启大门 带领大家进入维新圣殿 接着进行天德经接曼 宗主 师母 明定法师 原办法师 师叔及众来宾及功德主代表等 一同接曼 一 二 三 请接曼 宗主带领和会大众礼佛 敬献香花果传 金银财博 并致辞开示大众 首先恭喜 大家今天三月三生日快乐 三月三是玄天上帝的圣诞 普天下 普天下 天人都在同欢 在感恩全天上帝 他呢 慈悲和神为简后 今天有维新圣教 有残疾山 宣佛寺 和四十八处稻场 第四十九个稻场 就是新花稻场 这个都是王辰老子的天威 以玄天上帝的天威 回顾民国七十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 真天法子开启南天之后 在南天门的入口处 有一位大神 家家户户 都在祭拜的大神 就是福德 兴君 土地公 因为土地公的因缘 所以 我们南天门开启了 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 福德 兴君 土地公 他穿的看不上眼的服装 但是他躲在榕树下 在那边休息 我走过去了 不理他 以为他是一个乞丐 所以我要走过去 土地公 他就用拐杖 把他拐杖 把他拐杖 我把他拐杖在地上滚 他哈哈大笑 他说 你们人来学到修行的人 这么骄傲 瞧不起他 那你怎么可以 怎么会瞧得起众生呢 宗主以此来 警醒其勉大家 不要供高傲慢 要学习谦虚谦卑 今天由此因缘 成立新发道场 也是土地公所签姻缘 并以建道场需要 钱 人 发 天 大众 等五个原则 彰显新发道场 落成之不易 也是原办法师夫妻的 认真用心 并感恩同修大众 地方相亲士生的护持 才能有今日 希望王禅老祖的上圣心法 一经风水的妙法 能在此弘扬开来 典礼圆满 大众恭贺原办法师贤抗力 新发道场落成 维新记者 庄孝举 游慧玲 何敏 吴云珍 新发道场报导 残济山维新圣教 秀水太极道场 与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28日共同举办 一经风水学社区红法讲座 希望一经风水学 广传至乡镇邻里 家家户户之中 大家运用平安妙法 建设安定幸福的社会 残济山维新圣教 秀水太极道场 于28日 与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联合举行 一经风水学社区红法讲座 由创教宗主 混元禅师 迪传弟子 圆耀法师 传授一经风水学妙法 首先 圆耀法师讲述 居家风水的重要 以简单明聊的方式 讲述风水学中气口 所流动的动向 对洋宅的影响 以及生活中气场 与居家摆设的重要 也讲述到水族箱 所摆放的位置 对于住家的气场 会产生什么样的磁场改变 说明会当天 有许多善心大德 前来参与课程学习 和平促进会会长 圆武法师 也前来一同参与社区红法讲座 并准备许多 洋宅风水学相关书籍 与前来参加课程学习的 善性大德 广结善缘 借由风水学妙法分享 让家家户户 皆能平安 社区红法 希望能将 一经风水学广传 让大家学习 一经与风水妙法 期盼家家户户 能将平安妙法 带回家 并且将所学的 一经与风水妙法 运用在自身家庭当中 维新记者 黄伟儒 吴梦珍 秀水太极道场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禅机山维新圣教 一年一度公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露大灾法会 即将在4月23日到4月30日举行 各分四道场积极进行各项法务筹备 首先看到维新圣教卢州道场 27日召开水露法会筹备会议 进入以下的画面了解法务研讨过程 禅机山维新圣教卢州道场 27日下午 由住持原封法师 及三重道场原民法师 召集各干部同修召开水露法会 护持梁黄潭会议 会议首先由卢州道场原封法师 就护谈法工组织架构做说明 今年由卢州道场与三重道场 一起护持梁黄潭 原则上人员与去年法会组织相差不大 经整合后确定人员编组 并由陈志明贤士 林秀珍贤士 郭淑华贤士负责现场 原封法师也根据时程 来讨论法工的分配 并由抽签方式决定 各界正旗班的互谈时间 同时也针对互谈各项细节问题 讨论处理 三重道场原民法师 也以勇于承担和努力送金 来鼓励同修们 叮咛各班干部 需将讯息确实传达 并以圆满法会不动气 来勤勉大家 接着由现场负责法工 陈志明贤士 林秀珍贤士 及郭淑华贤士 一一上台 就往年在梁黄潭经验 所遇到的一些注意事项 与问题 和相应处理方法 等细节分享 提醒负责的法工人员 圆满法务 会议圆满 大家依照任务编排 各自建立圆满法务 维新记者何敏 卢州道场报道 接续参与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 于27日召开水陆法会 干部会议的过程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 于27日晚上 由助辞原仓法师 召集各班干部 召开干部会议 为即将道场的人 引连水陆法会 互谈工作协调讨论 尽力来圆满法务 会议由原仓法师亲自主持 法师直言 法工是闲事同修 发愿要为老主 为大众来服务者 今年发新护持的 法工登记人数严重不足 法师十分忧心感慨 并请各班干部以身作则 鼓励各班学员踊跃参加 新营道场护持法务的日期 是4月25日一天 法师也考虑到行动不便 以及势力不好等因素 将法工分为两班 因此游览车也分成两班接送 第一班25日早上5点半 由学甲出发 下午约5点由先佛寺回家 第二班则在25日下午4点 由新营道场出发 晚上12点由先佛寺回城 法师同时也鼓励大家 多护持多付出 若体力好者 早班人员可全天 跟随校班一起复归 会议圆满 干部同修们依教努力奉行 维新记者郭雨依 新营道场报导 继续关心 维新圣教交通大队 在27日举行第五届 第一次会员大会 讨论人应年公祝王禅老祖 圣诞千秋 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 各组执勤分配 及相关会晤报告 传继山维新圣教交通大队27日 于河美道场教室举行第五届 任饮年第一次队员大会 讨论任饮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 各组执勤分配及会晤报告 出席人员包括总队长 圆城法师 圆兵法师 圆浦法师 及交通大队大队长 副队长等各级主管 和各组的组长 全体队员闲事同修等 共同参与会议 会议由圆城法师主持 江瑞昌大队长 首先进行会晤报告 并进行任饮年水陆大法会 执勤分配 各组人员调派与支援 日夜班人员选派 各组人数的不足 互相协调及支援等讨论 以及例假日 全体队员出勤 夜间人员执勤 和住宿登记报名等 包括接送中期 交通指挥负责人员的选派 和队员交通的出勤 并抽签决定 各组执勤的日期 方便队员在工作单位上 请假出勤 接着财务长 进行收支财务报告 副队长、督导 各组组长及队员 闲适同修们 对于执勤状况 及游览车乘客 上下车不一规定 影响交通顺畅等问题 处理作业之讨论 江大队长指示 各组人员交接班 应注意器材装备检查 落实签到签名 并整理队部环境等等 原普法师也请各组组长 确实掌握组员出席状况 各组执勤 如遇到违规人员 物与人争执 必要时手机拍照 提报组长列管 会议圆满结束 大家全力来完成法会任务 并祈求王禅老祖师尊 四五美位出勤 交通队员们平安 台湾平安无灾 世界永和平 维新记者汪清火 河美道场报导 分寺道场活动最新动态 禅吉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 为庆祝道场成立十四周年 四月一日举行其安消灾法会 一同参与重点过程 禅吉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 予以日眼镜影魂 起见十四周年其安消灾法会 恭请借德法师生谈法仪 祝辞元冲法师 及法务代理元甘法师 元英法师等 带领和会同修大众 一心千尘奉请王禅老祖师尊 及诸佛菩萨圣神众等 光降法会谈成 受纳维新弟子 及和会大众齐心供养 齐请慈光普照 护佑道场侠内众生平安 封条语顺 国泰明安 天温天灾永席 借德法师带领和会同修大众 恭送药师经 礼拜药师宝灿 金刚宝灿 和三昧水灿 以灿仪忏悔术士罪业 同修大众带着各府堂上祖先 及冤亲在主 一同忏悔 放下我职 消解术士冤怨情仇 成老祖师尊 及佛菩萨威得利 解怨世杰 更齐请佛菩萨 及老祖慈光垂加护 开启人生光明路 众多贤士同修们也发心来 护持法会 制作各样栽转 摆设盘成 张贴脸位 铺牌捕桌等等 身口亦供养 愿能圆满法会 圆满祖灵 圆满大众 也圆满自新 同时法会中也特别注意 防疫及环保 原音法师实时拿着消毒器具 为各项法仪用具消毒 法会也分着各类垃圾分类 让同修们自动自发 做好环保 周年法会在三日午后宴口 失实 普供养法界有缘后圆满 维新记者 郑孟娟 邱静奋 土城安心道场报道 接续带您进入 残疾山维新圣教 公祝宣元皇帝祖圣诞 法会综合报道 农历3月3日 是中华三组织 宣元皇帝祖的圣诞日 残疾山维新圣教 各分四道场 依宗教法仪 起见公祝宣元皇帝祖圣诞法会 谈承上前辈金银财博 香花果篆 寿桃蛋糕 面线等 一心恭请中华先祖 慈悲光匠 授纳供养 由助持法师 恭念祝寿文书 前世同修 恭送王禅老祖 玄妙真经 回谷先师天德经 供养 命以香焚东海千年秀 欢喜祝寿 感恩中华先祖 祖德流芳 护佑中华儿女们 宣元皇帝 为人文出祖 交民建屋 交人耕种 造字济世 种种发明从私而起 其功其德 其呼天 方有中华文化 文明五千年 唯新圣教混元禅师 召告天下中华儿女 我们上臣炎黄痴三祖文化 除了要追根溯源 知恩感恩报恩 亦要共同为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而努力 指此圣诞法会 各分四道场 和会众等 前新恭祝 宣元皇帝祖 圣诞千秋 同瞻法会圆满的喜悦 一祈愿中华先祖 加持中华儿女 新手相连 光辉普照大千 福音后代子孙 幸福平安 千千万万年 维新电视综合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接续关注的是 禅机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在三十日起见药师宝灿灿仪 请进入详细报道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 于三十日晚间 由维新圣教贩拜学院原蒙法师 指导贩拜同修 带领贤士和会大众 于八楼王禅老祖殿 举行药师宝灿 拜灿法仪 借由灿法功德 对于身处天界的法界众生 可得言天年 福寿绵长 可令众生消灾免难 增幅延寿 化解灾难障碍 药师如来世尊所开示的 就是虚空有尽 我运无穷 勤与无勤 同缘种制 众生本着这个心 本着这个原则 及愿力 也真正平安顺利地圆满 近期世界各地灾难及疫情不断 贤士同修们以慈悲心 祈愿天温煞神 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回归净土 并解决法界一切众生 所遭遇的问题 而药师佛所发的十二大愿 正与众生所求 所愿息息相关 因此当心中有所求时 可以多读诵 慈悲药师宝灿 做功德回向 仰仗药师佛的愿力 继而满所愿 同修们 愿将今天所有所修的 所得到的 所开悟体验的妙法 般若智慧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在未来生 若也是开悟者 也是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 最后大众礼佛 其忏悔心以后 所发出来的慈悲心 进行回向 因此今天的愿 今天的愿力 不只是在今天而已 也不是在昨天而已 还有以后生生世世的愿力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 皆有例行拜灿法仪 有缘善性同修贤士 可多参与各拜灿法会 并实践于生活当中 则必能达到心安的境界 维新记者李又欣 范继人台中道场报道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 于农历每月初一 十五举办朔望法会 与善性大众结系善缘 一同恭送经典 前心忏悔 洗净夜报 广增福会 欢迎大家前往临近道场 参加法会 祈安直福 禅记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在国历四月一日 农历三月一日 举行受望法会 由贩拜同修生坛法仪 恭送诸经 将一切功德回向法界 祈请诸佛菩萨圣神加持 点灯善性 诸事平安顺利 四福道场辖内 百姓家家户户都平安 前来参与法会的 同修贤士们 一心跟随贩拜法音 恭送诸经典 实践创教宗主所开示 道场是洗净夜报的处所 藉由反省 忏悔 实践 洗净夜报 迈向光明 中山道场 主持元祭法师 也在法仪完成之后 为同修们讲解 中山道场 在说望法会中 总会行典送念 要师保典 及要师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的意义 为的是要修真心忏悔 元祭法师用 罪业本空将心忏 心若亡时 罪亦亡 来解说心 才是根源 根本 所以我们行忏悔 不能仅忏在念头 而是要忏到心里面去 更说到 要师佛曾经开示我们 要物至身 法至心 施法常治 永无病的道理 倘若我们没有自心里面去忏悔 则也翻不了身 若从心里面去忏悔 才有可能翻身 令中山道场同修们 发喜满意 欢迎各地善性同修 参与农历每月初一 十五的朔望法会 节善缘 征掺会 洗净夜报 增福会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本周分四道场社会服务方面 主题为往生助念 参与 禅吉山维新圣教大凡寺 泛拜同修 4月2日前往桃园中立地区 服务的重点过程 禅吉山维新圣教大凡寺 泛拜同修 2日前往桃园中立地区 为善性林先生 往生净土进行助念法仪 请阿弥陀佛慈光牵引 心归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净土 助念法仪 由温贤士 与大凡寺泛拜同修 以寻宗门往生 助念圆满法仪之仪轨进行 遗族家眷 也跟随泛拜同修 一同诵经 恭念佛号 恭禀记文 告知心归原 世间圆满 应放下一切执着 一心念佛 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与八大圣众 必定前来接引 随佛往生净土 范拜同修 恭送阿弥陀经 为新归原讲述 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书圣 清净美好 接着一心恭送 阿弥陀佛佛号 祝新归原 放下万念 一心坚定 愿往生极乐净土 助念法仪顺利圆满 家眷感谢同修们 为新归原助念 维新记者神采景 中立报导 现在请让我们尽心片刻 聆听宗主混人禅师开示 维新禅语 维新禅语 我们很多人 对国家 对社会的恩 我们不会要来感恩 不会知恩 不会感恩 我们结果 对社会国家的不满 这是在夺掉我们 每个人的福报 录自 王禅老祖 玄妙真经 继佛说 于兰盆经讲义 天去 天上水 感谢收看 维新周报 一年一度 恭祝王禅老祖 圣诞水陆大法会 即将在国立 4月23日 到4月30日举行 敬请踊跃报名参与 宗主也开示加紧恭送 鬼谷先世天德经 务必完成 111万步的目标 保护台湾与世界 祈祷消灾化解 人心光明和谐 欢迎您在每周六晚上 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 7点30分 下午一点 锁定维新周报 祝福大家福会增长 健康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